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新年來的同志 大家好 再次歡迎各位來參與 獨特生活 2015 小說節的《偵探碑》講座 這個講座有兩位共同的策展人 一位是我陳佩慧 另外一位是東亞 我們分別從歐美跟日本的名作 名劇 名偵探 來看整個退彼的閱讀以及書寫 是呈現了一個怎樣百花旗上的盛況 可是在這幾場講座當中 如果各位前面有去信義學堂 聽楊兆談這個最老的名探 愛可的玫瑰的名字 她自己說 她是所有的講座裡面最認真的 因為她緊緊的扣起了我們的題目 是名作名劇 名偵探 沒有任何一個人跟她一樣 把這三個條件充分的融入 可是各位今天有人要來提管 就是那個東亞 東亞呢 她剛剛告訴我 她這個題目完全被迷了我們的主題 可是呢 她是我目前主持到第五場 這是第五場主持的兩場以來 她是唯一一位事前及早的給予了我PPT 而且我看到她的這個PPT我非常的感動 我覺得 趙索花來認真禮拜 我想東亞也不遑多讓 今天她要跟我們分享的是華文推理的 這個兩岸三里的一個現況 以及未來的展望 我覺得這個題目非常的關鍵 而且非常的重要 就我比較熟悉的日本來說 從黑眼淚香在日本的 明治維新之後的1888年 她開始做翻譯小說《引進日本》 到隔一年她自己創作了她的推理小說 《叫我陸產》 然後呢 一直要到34年之後 才有《江戶川亂部》 她書寫了兩篇重要的文章 其中第一篇就是這個兩分同比 這一年 1923年 被稱為日本推理元年 那麼台灣的推理 華文的推理 又是一個怎麼樣的情況呢 東亞她會為我們分析 從歷史的角度 從創作的這個面向 還有她非常深入的觀察 今天的時間很短 因為這個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 但是她嘗試就她所理解的範圍之內 給我們帶來一場的 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之旅 我們熱烈掌聲歡迎 謝謝 謝謝蕙姐 剛剛有提到 禮拜三姚詩老師講的 符合名作名剧名偵探的主題 絕對不敢說提款 但可以把它當成是 當姚詩老師是北極的話 到南極 為什麼呢 當提到名作名剧名偵探的時候 或許會到來當中 浮現很多歐美或日本的地方 當我們講到台灣 或講到華文的時候 我們大家就很難去直覺的 聯想到有哪些作品 作家 甚至是有哪些戲劇的概念 這個是實況 所以在這個實況底下 我們要來談華文推理何處去的時候 基本上會分兩個方向 我們先看是從哪裡來的 所以今天會用一個小時 一個半小時時間 很緊湊的要聊這個主題的話 那有一些可能會比較 傾廷點出一些的代表 但我已經可能讓大家了解到 從今天拜託的變化 那這變化呢 對於包括我在之前的一些活動當中 有遇到 有志於創作的作者 評論者 甚至是一般讀者 他好奇台灣隊長在寫什麼的時候 這就讓我想到 有一位台灣的小說家 我去小說家曾經問了我一個朋友 其實是第一場的臥府 他問說 什麼台灣有推出他協會嗎 台灣也有人協會一小說 而且還成立了協會 這就不是一個聽起來 居容盛大才會有的 不是嗎 尤其是當有一年我去參加了 日本推出他協會的活動的時候 那時候的會長 對那現在應該是會長 大則在家 然後跟他交他名片 他問說 他介紹說 日本推出他協會有幾百人 那他們推出他協會有多少人呢 不好意思 只有兩位數 那這兩位數 不會是從人口數來看 不會是從歷史上面的變化 創作的歷程 時間來看 等等的 每一年就有超過四百本 他們自己創 原創的推銷小說 台灣現在 一年有兩百多本的翻譯加華文 可能大家都唉唉叫 那個平均是三千鳥都兩本的轉換物獎 全部都完滑 所以那個比例上面的不同變化 我會希望說 從更實際的 在台灣推移上面發生過的 以及我期待他會往下走 這邊要錄 為何會做一些分析跟介紹 但講這些之前 我想先從我個人的觀察報告來說起 為什麼說是觀察報告呢 也同時介紹我自己做的一些事情 跟大家可以相關的 一個是我的編輯工作 2014年的時候 進入到聯邦出來 社會後是主要進行的是 翻譯小說的工作 一路上呢 大概有超過九成的時間 我接觸到 都是至少出版的是翻譯小說 那在這幾年有心裡 去做華文的這一塊 華文這一塊也不是是推理 但更多的是 就第三年有提到的 一些同號的老闆 就往往會想到說 那台灣或是 那之後主要出版社 給我想出推理小說 那這個推理小說 那這個推理小說 因為再加上 其實我參加了蠻多屆 這一屆是第十三屆的 團隊這套協會辦的 第十三屆的真文獎 我從今天參與了 至少一半以上的評審的過程 我從初選到副選到準決選 這幾個階段 看到的光發萊刀者的素質 萊刀者 我之所以不能回頭 華文推理 看到的是 有台灣以外的寫作者 包括大陸 包括香港 甚至是無視在兩岸三地的 但用華文書寫的作家 可能在加拿大 可能在歐洲 可能在澳洲 牛西蘭等等 他們的投稿 看到某一些趨勢 某一些變化 而這些趨勢變化 會使得發現的是 當我們在談歐美 歐美可以叫做 我們在談日本 跟最近有談到北歐 都是一個地域性的發展的時候 台灣在哪裏 以及台灣裡面 哪一天會變成世界上 會提到台灣推進去 什麼樣 或說亞洲日裔 會再把台灣推進去 或者我講到亞洲日裔 也很幸會 我現在除了日本之外 其實韓國推理小說 已經順順遇到了 馬上回來了 台灣也有一些藝作出版 他們過去的小說 我其實看到了 大陸還是蠻多的 過去韓國推進小說的一節 大概有時來的 也慢慢增加 也慢慢延伸到影距去 所以這一連串的 無論是從東亞 東北亞 整個亞洲 在一個輻射的同心原思的 往外擴散出去的時候 其實台灣現在先接觸到的是 近來的 引進進來的狀況 而在引進進來的狀況 跟我前面所講 當一年有超過了台灣的推理小說 出版的時候 可能華文還不到十分 自己也有比較多一點 待會兒會再往下看 雖然會從我的編輯工作談期 或是從台灣的推理教學 或是職業評審 跟童浩的往來 這張畫往來 包括作家 國內外的作家 其實外國作家 我們要提到的大字在場 也是有了這樣機會 跟他建築的時候 以及我是編輯 跟出版同業 跟這張同業 包括我們公布 我們熟悉的書店 我們熟悉的書店等等 還是評論者 所以請他們的 無論是努力 或是無論是遲疑 或是他們對於這個 華文推理出席的好奇 希望展望 也會再濃縮在今天的報告當中 所以第二點的報告 我的觀察報告是 看到幾個有趣的東西 我先講這樣的照片 這照片是在四月的 到處第二個週末 辦在金車文藝中心 金車文藝中心 舉辦了一場 跟台會對阿神合辦的 第二屆的可以創作課程 當天來的是今天 我在講的很多 來了九十幾個 這九十幾個 每個人很專心的聽著台上的 主唱在那天包包落 然後我談的是從 冰淇麵台出版 推移的部分 然後也有包括寫作者 然後也包括像在一些 比如說檢察官、警察、監視員員 這種 在寫作出現推移小組的時候 他們很容易出現在裡頭的角色 但他們是實際的 有在台灣工作經驗的人 來作為他們在工作上面 與創作者的增強 所以這個分享 會讓我提到 第二點頭就會講到說 其實我看到台灣其實有一個 寫作需求的增強 這是台灣的照片 大陸那邊就不用講 大陸現在的華文的出版量 其實非常的驚人 無論是在網路上面的平台發表 甚至到紙本 然後大陸也有三四份的 推移掌制在運作 這些呢 他有一個寫作需求真相 為什麼 跟這些創作者 他們有什麼樣的 我問了一下 有要寫小說的 有要寫劇本的 有電影公司來 他們想要找好故事的 他常知道說 他什麼叫推移故事 以及在做GAMP 在做手機遊戲 電話遊戲等等 他們想要尋找 其實他們尋找的時候 尋找故事 推理故事 他們總會特別來聽 好像不是沒有說故事的人 但他們的反應就是說 推理故事是有一定的門檻 技術、架構 當沒有這樣的條件承認 你不理解的時候 你寫這個故事 可能就會被人家上話 你可能會被人家講說 這裡頭 從頭到尾有一個非常大的破綻 竟然創作者並沒有看到 所以如果大陸劇 有一個抗戰 剛開打 就知道八年後會結束 這樣的效果出現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 可能會寫歷史起的推移 在類型小說創作上面 你還會遇到的是 這些類型讀者 都不是第一天 第一本 第一次接觸 還有讀過 推理小說 如果從一大四年 艾倫波縮寫 或《鬼基雄漢》 開始 一百七十年歷史當中 有些很多創作者會提到 我很怕我的鬼基跟臉重 如果哪一個前輩 或是哪一個大師 曾經寫過的作品的鬼基 被我傻傻拿進來寫的時候 都會被笑話 笑話還好 又會被說是抄襲 那就更麻煩更糟糕了 所以這樣一個寫作 需求增強的各種不安 各種的期待 這中間會對到我第一句所寫的 這中間寫了很明瞭的 所謂的世代虛刻為斷念 這群創作者 我當時沒有機會問到大家 但我現在可以跟一個再說的歌 因為他可以講 我去看翻譯的 看我好好的 但你再看翻譯的時候 你就會去回憶一下 這個大概十年前 二十年前 五十年前 當你在看公衛規务 你會一路延伸到前面 有一個江湖山洞 但你在看普洛克的時候 你一路會往前推到 有錢得勒派密特這群網銀派的先驅者 台灣隊友 他隊友好像突然就冒出來了 他前面有哪些發展 而這一發展 有一些比較不懂黑小說的讀者 很好奇的問說 為什麼我們再也看不到 像《時光暴報》 《地光暴報》 《公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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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中間世代的虛刻也斷念 大家會覺得 好像是一個 如果蠻光暴報的來講的話 他可能是白話的 或是文白夾雜的 甚至廣西是回延的 時間都會有一個領導緣 但我如果回頭來去講 這個虛刻是 你去回想 上個世紀 上世紀 上世紀也才五十幾年 二十年很大 上個世紀的台灣隊友想說的 寫出了哪些成績 再往前 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 以及 聽到台灣第一篇想說 第一篇推移想說 是誰寫的 寫了什麼故事 我這邊再提一個 一個 之前在郭教授的教堂之前也講過 就是 台灣曾經有人寫過 福爾摩斯來台灣辦案的故事 那故事之離奇 為什麼呢 就是福爾摩斯跟華盛頓來打的時候 他們會講台語 好像那個小鈴鐺是翻譯子 就 名偵探可以避害他 他下船之後 就可以跟在地的打成一片 然後拿著資料理我了 那這故事最後沒有寫完 但那時候 就有教授的小說 可是我像《教授小說》的題材也好 它後面有延續到我們看到的創作什麼 這個世代的區隔也斷裂是一個有趣的話題 在後面聊到 關於講到跨界與輸出 這也是當我前面提到說 當這群人他們開始聊到有創作的念頭 寫小說 寫劇本 但也有一些需求 我需要來設計一個game 我需要拍一部戲劇 當你跨界的結合在這幾年慢慢的開始出現 尤其是在台北書展 台北書展 台北書展基金會 跟媒體儀式圈 在這幾年做了一個 差不多有媒體和平台的 在每年會書展的時候 他們辦廠活動 這活動就已經是 經濟前面的幾人書 是我之前在讀音書版所說的幾人書 那時候就是很短的時間 有點像是進入到公司應徵 我自己本書放著 然後對方來 15分鐘時間要去談 他們對哪些書有簡訊 他們想要往哪一方面去找公司的題材 以及我手上哪些素材 可以供給他們作為再轉換 從紙本的小說的創作 轉換成影劇拍攝的時候 他們有哪些問題 有哪些需要我們提供 或他們沒有 但他們可以擁有小說創作者 出版者沒有的東西 這些都是在我個人觀察報告當中 結合在今天的主題 華文推理合作群以後 那報告第三點是 這中間有一些 當我們在談推理小說 尤其近15、20年來 推理小說會出現導臨 會出現解說 或是出現專欄的文章 不斷不斷的告訴讀者們 歐美推理小說 日本推理小說的演技 而這些演技 我稍後提到的報告 比如美國的名牌 再說到怎麼樣呢 就是美國其實充斥著 在20年代 1920年代初期 我們聽到 范達儀 我們聽到 艾倫文人 這些人 他們寫的小說其實是 很陰式的 怎麼很陰式的呢 當美國作家講到說 如果有一個偵探 叫犯案子 這樣就跟警察說話 這是資料寫的 他說 我就不相信 我那些在警局工作的朋友們 不把這個傢伙打個半死 你憑什麼 一個像貴族 一個像高高在上的 波摩斯士的人物 來問警察說 那個證據在哪 那個兇手在哪 沒這回事 所以那個 沒這回事的 美國人派的崛起 它其實對應到是 告訴美國讀者說 英國偵探滾開 英國偵探滾回英國 你們那種的 世生的 很童話的 很中原式的 就是克里斯蒂的小說 在那邊 你們創作你們 沒問題 但美國不是 美國遇到的 就是那種冷硬的氛圍 Hardboid的氛圍的時候 他應該私下在看 小拼命 這拼命是 你不小心會 挨冷肩 被人家揍 那個 有 有賠償的威脅 甚至是 各種使用的威脅 走在冷酷大街上的一個 他覺得很像佛摩斯 因為 我忘記問說 佛摩斯 住在貝克街的二人地 一開始他找華盛醫師 當他的室友 分擔房租的時候 他卻一直都沒告訴你 每一件案子的委託 都要遷受 所以華盛醫生 看不去 父母才尊 這些不現實的故事 到了美國人牌小說 他們的本土化 在地化 把它寫出 屬於美國的偵探的時候 成立了新的流派 也出現了美國 以及後續的 犯罪小說的樣子 日本的社會派 蠻常會講 在之前是 本格 變格 江河川 國文波政治 這些人的努力之後 在1957年 松北青章 有了社會派選出現 而這社會派選出現 也寫出了 在世界上 除了日本 和社會派之外 這社會派的名詞 你很難移植到 歐美的世界裡頭 所以你會看到說 他是會有社會寬懷的情境 但你一讀就知道 這是屬於日本的推理小說 就像有個朋友 也是剛前都講到說 美和平台的時候 遇到影區區的朋友 他說 你去看一個東西 去看影視的時候 你去看人打架 美國人打架 好萊塢可以再打架嗎 跟香港的武黨就不一樣了 一看就知道 不要說那是不是 是不是黃總的 所以你看的時候 你覺得說 這應該是香港的主持到來 或是說你看日本的武打 慢慢的 現在在影區區裡頭 開始浮現了一句 叫韓國式的武打 你當然有注意過 韓國式的武打是什麼 節奏會不一樣 鏡頭的圓境會不一樣 表情會不一樣 甚至是你看那種 香港武打 那個拳腳互動的時候 會有那種白色的粉末跑出來 那種他們在視覺上面 美覺上面的詮釋 就會跑出它的特殊性的時候 相對的日本的社會 就跑出其他國家 其他地域 書寫的推移效果當中 沒有的特色 也包括進行我們在講 本歐推移 所以這些地域性的部分 連帶來想到 那如果有一天 第四點是台灣推移的時候 台灣推移的個性在哪 我們現在看到了嗎 或是我們的創作者 有沒有去找尋到台灣推移的特色 舉個例子 現在禮拜晚上 我們看到一些說 今天好像比較多 麻醉同胞還是多 劍士英雄 這兩部現在被特別移動出來 好像是一個 你台灣特別去描述麻醉意識 你看歐美跟日本 不法義務局 但我們來看台灣的麻醉意識 當成主角的時候 他什麼特殊性 或是CSI也太多了 日本也有劍士 相放也好 那麼多跟劍士相關的依據 台灣好像是劍士英雄的時候 他們講劍士故事 除了那個技術性的東西之外 還拍出了什麼特色 這些特色有沒有可能轉移 或是我們從現在的華文教授裡頭 有沒有看到 除了台灣 大陸也好 香港也好 有沒有有很多特色呢 這就是今天我要做的 觀察報告的內容 所以呢 我先從今天的Part 1開始講起 Part 1是 從何來的過往發展 過往發展呢 我大概分成三個階段 其中第一個階段我稱為 史前時代 史前時期 雖然這個史前時期 看我們會去講史前時期 但是後面就開始有一個歷史 有一個起點了 其實起點也算是模糊的 那我前回講史前時期 這一部分的模糊性 其實也包括了 目前光在資料的蒐集上面 都還不是那個完備 所以你要去 我一口去講 他們說 從明初日誌 戰後七年代 我先從史前時期 分成這兩大塊的時候 民國初期 日誌時代 就有推理小說了嗎 我真的覺得 例子 為什麼講1898年呢 其實1898年就是在台灣 這是目前在做台灣文學研究的 常會提到的 在台灣星報 那時候台灣星報 1898年台灣星報上面 就有了一篇小說叫做 《蒙家蒙殺事件》 所以我們日文初寫的 也是一個日本人 初寫的小說 以至於到後來 在1943年的時候 一位比名叫做林雄生 他其實是日本人 本名叫做金官丈夫 我記得的一首話是 現在台灣大學的徒書館 也有李金官丈夫 那時候他是台大老師 後來他其實也在台大交流一段時間 那時候才回到日本 那時候他寫的 那是成為探偵小說 探偵小說是寫的 叫做《傳宗的殺人》 他寫的很多 比較著名的是 《龍山寺老人》 《世界末王》 他其實就是訪歐媒的 教委員的故事 在那時候 從1898年 從19世紀末 20世紀初就開始寫了 大家想一下 這個時代是什麼時代 那時代帝國 柯南道才可以在寫佛摩斯 佛摩斯的 正紅的事情是那個時候 而且在那時候 在中國 我們剛剛講 這個是台灣 日治世界的台灣 在中國其實就已經有 推理想說引進了 那時候引進的 我今天沒有辦法 資料帶來 沒有辦法說出來的是 當英國 我以柯南道的 寫佛摩斯坦為例子 他說擔心本來的時候 隔年 就上台 北京 你就看到中英文 你就看到中英文 就是跟得非常快 就可能跟現在的 台灣的書館的節奏還有得比 就是如果有一些 國外 歐美、日本 在去年的節奏 可能今年台灣看到 中英文 有些翻譯世界 這本 這個是上海世界書局 印刑的第一期的偵探世界 正是在目前考證當中 有紀錄當中 應該是 就是華文世界裡頭 中國那邊 第一本會議雜誌 他寫在1923年 1923年有月出開 但這個很快就收掉 在各年的1924年 才出的十一集就收掉了 又有另外的偵探雜誌再出現 但我們要看的是 明初跟日式事情 那時候就有 這裡頭不光是翻譯 也花花的華文創作 那時候華文創作會是跟 比如說五四運動 然後會跟所謂的五四運動當中 講到的白話文也好 講到的科學邏輯也好 所以在那時候的偵探小說 被引進 快速的引進 讀者的閱讀 這邊也沒有 也找到 其實在找到另外一篇 那時候已經翻了 Jung Desenpah的小說 那時候就有人了 也包括像前中書 一些其實在中文壇上面 非常重的人物 也不斷的鼓吹 閱讀跟書籍推移小說 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年代 現在很多的文本幾乎都是在大陸 所以台灣這部分要去研究 比較就是在日治時期 我這邊也提到一本 是國偉老師 他在台灣學館出了一本書 叫做《類型風景》 《戰後大眾文學》 其中於章幾次 專門在講 推移小說在講台灣的部分 大家有空的話 可以在最後的覆錄裡頭 參考書當中 我會葉水給大家參考 過來是 戰破到新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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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以二次大戰結束 日本戰敗 台灣國民政策 火箭台等等 1945年作為界限 到1968年 為什麼以1968年作為界限 其實這一刻還不算精確的切分 我想切分的原因是因為 台北大使是林白書版社 推理雜誌的發行人 林佛健身 他第一次在台灣 顯然沒有拿版權 然後出了 松本金剛的小說 1968年 所以我就先以這個作為 切割分割 為什麼呢 在後到七年代的這段時間 我們以1968年來看 這二十幾年的時間當中 其實不乏推移小說的出現 但那時候我們要再回頭 跟台灣推移的發展結合在一起 那時候是從日文 轉換到漢文 漢字的一個尷尬期 所以前頭有在寫 推移小說的 不光是日本人 其實有一些是台灣人 也開始寫 探爭與實話 他講的是現實發展的故事 他們是小說第三 算是當非選的 現實的故事 也用日本發表 所以中間其實有了一陣子的空白 這空白天賦 主要就是翻譯小說 所以這個實驗時代的 實驗時代部分 會跟我下意要講的 翻譯已經是其實有重疊的 這重疊性 完全以1968年來做切分 但實際上 在那時候 在1968年之前 偵探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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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名古四年 1965年的出版 偵探雜誌 是1966年的出版 偵探雜誌 偵探雜誌 就有這兩個雜誌 可以發行 後面發行的測數 期數到達 兩三百零 兩三百零 那麼的長 後面推移探雜誌 像大偵探,大偵探時期就完了,1979年,推移雜誌直到1984年 這邊可以讓各位來看一下,就是推移雜誌的遺棋 現在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當時的尊偉跟大偵探雜誌的遺棋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幾本雜誌當時幾乎都是以翻譯為主 但有一次我跟台灣一位作家叫余昕德,當我們在台詞的時候 如果我們把FORWARD的作品當成是台灣推移小出的書寫起始的時候 余昕德那時候就突然跳起來,想說我很不服氣 其實我在大學時代,有人就在哪一份雜誌裡頭發表過我的作品 那時候你的偏名跟你發表的題目,我還是都忘了 要造成了這樣的困難 而這困難的是,我知道台灣有幾位推移動號把推移雜誌 第一期到最後一期,200多期、282期全部收集了 但前面三個雜誌要全部收集了,目前還沒聽到 這部分要去爬出來的資料其實還蠻多的 而且這裡頭,你光看翻譯小說,你會發現到 它的時代非常快,因為短片為主 所以基本上是以美國的EQM雜誌、二零魂推移雜誌 跟AHMM、艾菲爾德西朝克推移雜誌為主 而且就是你上一期看,我上一期不辦 非常的快 但也就在沒有版權的時代當中 才有那麼的不計真本 就大量的看到翻譯小說的介紹 可是這些翻譯小說又回到我剛剛講的說 那個世代的斷列 現在我很少人提到 也很少人會說 我當初是看偵探 偵探之王 大偵探推移長是長大 至少前兩個發開的時候我剛才出生了 所以就更不用講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接觸到的推移雜誌應該是 三十幾期的時候 所以現在要找尋到這些當時有哪些小說意見過 或是有哪些華文創作過 就像現在還沒有那麼詳細的資料可看 直到後來 剛才說以1968年做了分界的時候 那時候也看了雜誌版社 那時候林佛爾的送品項系列是放在 他另外一個文庫系列裡頭 直到後來他有意識的成立了雜誌版社 出版副理小說作為他的主要出版路線 在中間帶還有出了其他 包括愛神小說 包括都會小說等等 黃冠也是 黃冠那時候他會有當代金網文書 跟日本金網文書 當代金網文書跟日本金網文書 兩個系列以及西代 西代那時候的朱老闆也找了副國老師 從日本回來之後 一個時間之後他們兩個認識以後 西代的推移小說的出現 而且這中間各代表著林佛爾的有性 幾乎是以日本為主 黃冠雖然歐美跟日本都有 但他其實主打的是暢銷書版 就以美國的《紐約時報》太陽版 日本的小說太陽版作為選出的條件 我今天沒抽完應該是兩人 賣出一本小說 有點像是雙週刊的形式 來介紹歐美跟日本的暢銷小說 而是唱跳小說當中有將近一半 我大概記住 有將近一半是可以放在 推移小說的伴手當中的 那過來西代 其實西代的出現其實在那時候是 因為其實李復寶的時候 他在日本待過展示社 跟日本的推移界的往來之後 有系統的開始為台灣主持 介紹日本的推移小說 包括他選出了十大小說 然後十大重要的作家 以作家籍這樣的一個名作 作為介紹 前後又有導讀 其實導讀的爛上 就是那時候 傅老師在現在執行 做的一些安排 這安排到後來 可能就現在 各位比較熟悉的 進入到了90年代 1992年 近年一小品實驗部 跟1994年 階段客人出現 這在前幾場 李律小姐的座談當中 也特別提到 這幾部作品 帶來的重要的影響 而這重要影響 其實連帶的 這中間 推移小上面有作家的投稿 然後這幾間出版社 其實有一些推理評論人員也好 或是異界的 包括像剛剛提到的復活 王君濤等人 他有意識的 有系統的 開始將國外的推移小 都異界到台灣來 一當當好 最近的就大概是在97年 連骨出版社跟原流出版社成的 連骨出版社成立 跟遠流的謀殺專門成立 遠流是張智先生 在謀殺專門店 100年一本的謀殺專門店 他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宣誓 要讓台灣的復職 只有這100年一本小說 去認識到何會推移的經典 在連骨之前的話 其實前身的邁田出版社 就開始出了 他的本身小說 出了伯洛克的小說 之後單獨 拉出連骨出版社 再出推移小說的系列 而這連骨出版社 在當時 與其他副出版社 包括連骨版 黃河冠西裁 有不同地方就在於 他是以作家作為系列 也之前不是沒有 像黃河冠他會出 吃飯吃辣的系列 但連骨的話幾乎就是 每一個作家就單獨開出一個系列出來 直到這近幾年才有做了一些改變 以及在2005年、2006年 從原來的商舟出版 然後獨立出來的獨部出版社 這是蕭姐之前在這邊 這幾年出版社 算是近15、20年來 推移小說翻譯又會頂進 比較不一樣 走出不一樣的道路 也是我認為在台灣現在 推移小說的翻譯閱讀裡頭 非常重要的電機車 電機車 而這個電機呢 就不光只是異介兒 我常會去開玩笑 今天來的各位 我相信人數是兩位數 但我以前的老闆 我在林股工作的老闆 唐默 他說他辦過最慘的座談 只有三個人 一個是他自己 一個是公司同事 另外是那個主辦單位 還有近市場的電源 就三個人 只要開講 所以呢 從那個時代 大概距今 我記得一樣 應該是98年99年 到現在 十幾年下來 這樣的累積 這樣累積 除了複座餐廳之外 這些部署也開始順便運動 開詳細小說 那樣子小說 是從翻譯的小說而來 還是從漫畫而來 還從過去曾經在雜誌社上面刊載 自己也覺得 就跟范達贏 范達贏當初就是 生病躺在床上 看了複座就發現 人家寫這個 不過如此 我也可以寫 所以我就寫了 發表了 有一天那時候 發表想到范達贏 我覺得說要提一個 婚禮年代的 他那時候小說是 賣上 那個 紐約職號大廠的 年度上架冠軍手奏 是這樣子一個 厲害的這樣做 所以從翻譯的演技時期 開始 我要切入到的就是 剛好玩的創作時期 完整的事情 我就開始盡可能 這邊也先跟各位講一下 去找到包括大陸 包括香港 臺灣 可以看到 有日本、瑞士、加拿大的 華文作家 我以幾個不同的路線 主要有三個路線 一個是簡易路線 一個是社會派路線 一個是懸疑金總的路線 以及我第四個當中 其他的路線 來去做大陸的分類 也是顯示出說 到底這些寫作者 他讀了什麼 他接觸到什麼 他想寫什麼 都寫出了這些作品 先從幾個路線講起 幾個路線 大概就是 作家政業最多的 就把他推薦了 幾個路線 其實也很大 就是創作者 可能非常著重於 名偵探和塑造 原頭 當然就是 福摩斯 福摩斯的原型 所以福摩斯的原型 解明的原型 明真大的原型 遺跡就會延伸到 裡頭的故事 大部分是機關軌跡之上 無論是短篇小說 或是長篇小說裡頭 核心 基本上都是一個謎題 而這個謎題 它外面所包裹的 尤其以近代的作家來看 我大概是從 銀冊時候 的這幾位作家 很明顯的看到 他受到日本新聞的影響 日本新聞的影響 所以在這個簡易的過程裡頭 我就從 大致是 以實際上的粹筋來看 神聖人的文章還第一位 剛剛想到 神聖人是一個人 恭喜日本 他其實在 我一講給其他 他是在 中國大陸出生的 然後 他們家族 其實在日本神戶 是一個非常大的價值 他曾經來台灣三年 交過書 然後就回日本 可是他一直就有 台灣的國籍 出青莊 直到 今年年初的時候過世 所以他的故事 我是以日本 包括他其實 我記得的時候 應該是有雙重的 當時其實有三種的東西 有大陸的 有台灣的 有中國台灣跟日本 後來他放棄掉了 中國的國籍之後 只留下了台灣跟日本的國籍 我從華哥也提出來了 很少不去聽到 華文作家 拿到江川武將 他那麼早期 他是在 我記得 應該是50年代的時候 給我講 給我講 給我講之後 先 無論台灣有沒有人 討論過他 就更不用想想說 有時候會講說 我是陳順誠的接班人 或是我寫作是因為 陳順誠的作品 而影響過信 但說起來才不過60年 但大家都還沒有追到說 是認為他的道具 帶來的華文推理 他其實更厲害的部分 是他對於日本推理小書的貢獻 日本推理小書的貢獻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去找他的奏品 過去遠流出貨 他會推理小書 同個正在系列的好記者是三四本 台灣的書版品其實 他有點像這麼緊張 他寫歷史 他寫一些社會議題的故事 一些商場的故事等等 其中的推理小書 反正他的寫作的書籍當中 不算那麼多 問題要入文 入文是 不久無人 台灣人家 無論如何一定要來 他是一個神秘的作家 為什麼 他那時候提供稿件給 推理小書的時候 那時候主編與修惠 只知道說 他是個香港作家 什麼來的都不知道 大概公告了 有六片之後 他就消失了一部 或許 或許他用另外一部 我不知道 但如果到底是誰 但那時候的作品 他非常具有 從本格解謎 跟香港社會的連結性 這點很難得 為什麼很難得呢 過去我們會覺得說 推理小書跟社會連結性 在台灣常會遇到的 是一部份 這次民國他會想到 東南亞 整個 他在寫《道理柏沙案》的時候 現在下一張都沒有遇到他 在寫《道理柏沙案》的時候 他會把東南亞這個大方 為臺灣文核心 但寫的是社會台錄制 跟那時候入文 他在香港 在退場是二十幾期錄制 二十幾期到五十幾期的中間 他就有作品 以解謎作為核心 跟香港的當天錄制結合在一起 另外一位奇人 是瑜伽的 他從台灣 雖然是有外交生分 到了瑞士之後 他的故事就以瑞士作為 小說的背景 他也得過了 林佛龍那時候 在推理大使辦的 林佛龍的小說獎 所以他的故事 基本上他的創作 跟圖童分有影響 我現在應該是圖童分 就是你小說的軌跡必須去實行 有辦法實行的軌跡 他才寫進小說裡頭 所以小說裡面會有 石刻表軌跡 會有不在場證明軌跡 會有的軌跡裡頭 他是非常重解謎入線的 也之所以他一直在想說 他想說很難寫 他非常寡座的原因也在於說 如果這些謎團軌跡 是沒辦法實行的 他就沒辦法寫 而且這些故事 幾乎都是以瑞士軌跡 與其更有趣一點是 他那時候在推理大使 有推銷出面面觀這個專欄 所以他介紹了歐美非常多 從福爾摩斯以降 從艾倫摩斯以降的 世界推銷的變化 所以大家會想說 他非常要求那個 外文的譯名 要跟中文找到合適的事 但是你看看這些人 都覺得怪怪 所以其實他可以回去看一下 可以怎麼推銷一下 然後後來就是葉上 他比較單美的風格 也有點編成三系列的感覺 然後南肖 南肖的輕博士系列 以校園、青春背景 以至於當這些年輕人過來長大的時候 的長編小說 很明徹 剛好沒有看過他 很明徹他從一開始的版重力 然後後來寫的小說 是可以很明顯的看出新聞的影響 這也非常感謝你 就是我當初會開始接觸日本推銷小說 因為那時候在BBS上面 他會幫忙翻譯一些推銷小說 所以那時候會對日本推銷小說 在零白直出長編小 那時候直出下屬性子 深圳成衣 深圳進太陽的時候 我看到了性能 深圳之後的虛偽 所以一測進行 這幾位是當時 同一批密室研究會出身的協作者 當後來光正堂 光正堂的短天長編 宇人、顏思燕、短年陳家正 後面就開始連接到台灣這幾年 今年是第四屆的黨員裝飾獎 這些作獎也就是他們從來面 陳家正、童先生、秀琳正行位 他們也曾經在 剛剛前頭提過的 台灣會議中央節目的正文獎 出道以後 開始挑戰旁邊的黨員獎 前面的作者也曾經 從頭開始到短編 都是在推銷大事上面發表過的 不然是香港陳好基 加拿大的文戰 他之前短編是以香港的背景 到了他應徵也得獎的第三屆 第三屆的道理裝飾推銷獎 是以加拿大 他現在已經居加拿大 所以雖然是華盧、郭佳哥 我看到了外國的一些人 從日本、香港、瑞士、加拿大 以及台灣其實也出了一些大陸的作品 路轉、往下去 往下去是一個過去紀念大會 我們確定嗎 因為過去幾屆的導演獎 都一直看到他的名字出現在複選名單當中 他有幾部曾經入圍複選的作品 在台灣出版 他也是大致上是走緊密件 我們快點到社會派路線 社會派路線 其實早期我要從推銷雜誌 推銷雜誌 可以唸一下最上面有一牌子 什麼的、什麼的、什麼的 可以幫大家唸一下 懸疑的、鬥智的、趣味的、生活的、寫實的、綠色的、偵探的推銷 有氣文 好,氣文還六個人 他到280級到處跌行的時候 只剩下動腦的、邏輯的、虛偶的、虛偶的 所以說今天變化不是說 原來災染很多到現在變得很少 而且林果一開始對於推銷雜誌的想像 其實是太過龐大 而且這個龐大還不是從西方 或是從推銷小說嚴禁的歷程當中去找到台灣的得責 不是 他反而是找到了台灣唯一小說的連輯 早期他曾經找過司馬中原 找過袁瓊瓊 找過鄭清文 這些原本自在寫的 相較有雙文學的、鄉族文學的作家 帶一些推銷小說 我得說成績產婦人 不但產婦人 如果對過自己的愛 因為他希望他每集這篇大師 都有畫的小說 那這些作家呢 一開始心事在那裡說 推銷小說很容易啊 怎麼要寫 結果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我寫不出來 各位讓我延遲 或者是就不好跳過去嗎 我就不交道了 所以那時候其實有相當多的誤解 這美麗的誤會也使得原本的那種 文藝小說的變形 像司大中原鬼副寫進來 李光的各環小說進來 媽媽也是從推銷史當中出離開 他也呼選這些作品再進來 但也看到這些比較香土豐足的題材 進到小說裡頭 這小說裡頭呢 雖然我這邊寫社會派路線 當然會跟林卓喜愛 雖然宋美青春有關 可是他也寫出了 他比較像玫瑰銅眼 比較像藍色蜘蛛 可是他還是有一個 比如說你看偵探角色 比如說有邏輯推理的過程 但這個過程往往就會有破綻白出 或是最後是依照直覺啊 然後胸手突然就跳出來說 那是我殺了 行刀了我 不知道是晚上做惡夢還是什麼的 故事最後的結局 會讓你讀完之後 會覺得魚味不佳 魚魚不佳 這是推理小說法的嗎 雖然有謀殺 這個謀殺可能 作家自己也發現 就是毛鄰國自己寫的小說 就是牽頭的故事就是這樣子 後面呢 其實正在已經換一個說詞 對你說的就是對的 你牽頭的故事是一致的 這天三島四的 之所以他們會後來會抱怨說 推理小說的本來是 我想這林總統就是原因 但他們有一些校隊員 把這樣的題材蓋進來的時候 他往往就反映了社會的歷史 這是近代在談 或是歐美或日本 他推理小說裡頭 會有跑出的一條支線 想說為什麼呢 如果你要做社會觀察 你要做社會紀錄 除了去翻 或是去看史學家所講的紀錄之外 更多的可以從小說上輪到的 類型當中 推理小說是一個最好驗證 你二零年代的美國 有進九令 然後三年代四年代 經歷了一支大戰二支大戰 犀利的美國 後來當犯罪的興起 然後都市花了變遷等等 非常多東西 這樣呢 所以兩位寫進去的 反應跟社會歷史的部分 其實在台灣 不會把總瓜放在社會派遣性裡頭 但其他還是各有特色 他的道運暴殺案 美人捲出聯等等 斯廷 斯廷 其實斯廷 我倒是一直在考慮說 他當年後很緊密 一路線 還是一半路線 他的社會啊 不是台灣 是大陸 斯廷是一個在 他就是東南亞族 我有點忘了 他去了大陸 結果一島文革 一家裡就跑到香港 那香港呢 他其實在跟香港的影視圈 有一陣網白 他常常會講到他的一段故事 就是那時候 香港的武黨片很盛行 就那種你隨便 當有的人說要拍武黨片 你還沒開始真實拍攝 片商就會跑來拿騙子 因為你講說 我要買這個片子 我要來拍攝 結果這些舞行呢 他們會把拳腳跟步驟 可是他們有武器沒有武器 所以其實 你不能一部片子 八十分鐘衝透 打到尾 那叫做做自己 那不是電影 所以這部電影當中 是要有比如說 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導致哪一方跟哪一方有爭鬥 這爭鬥呢 可能因不打不相識 成為好友之後 然後在港大和王 這類的故事 文系 把他寫成劇本 一些故事的那一個 那個搖鼻感的人 他就知道自己 所以自己當時就寫了非常多 香港武打片盛行年代的故事 以至於他也有這樣的機會來到台灣 就是中英在找 寫這樣子的劇本故事的人才 因為台灣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那時候金鈔群主演 胡瓜主唱的包信片 其中有非常多的劇本就是 出自於四庭的手 也畫掛名詩 大家有看到娘家 名故事的原型 四庭是參與其中文 他是名詩非常資深的核心的一群 他說他們在全人開完會之後 我覺得他大概劇的導向 應該是想這樣 其實梁茶的故事原本不是 後來我看那個樣子 他原來要講的是 在木柵的一個小市場 有一個豬肉攤 這豬肉攤 當老闆老闆娘 做了那麼久之後 想要收了 想不做了 發現外面有超市 年輕人也會穿上市場 那種的社會變化 他想要把他拍成一個 不要太長 明示不要再太嘲笑劇 要看那個五六百 四八百時間的故事 如果短短的 他用這個扣彈提出去之後 我最後還是太長了 我覺得 所以詩琴 他現在主要的發展 就在大陸 但他的幾部重要的短篇小說 其實後來 秀貴出版 要有光出版社 出了一本週的死刑 經歷的事情 我非常盡力搭去翻面 因為那完全看得出 他的社會派的關懷 是以文革為背景的故事 講到是 像他有一個故事 非常 就是以那個 實行經歷實行的故事來講 因為一群死囚 隔天就要刑警 為什麼有一個人 在那個關上被殺了 隔天要死掉了 為什麼有人 要在他 心情切的那一關 把他被殺了 所以那個故事背景 他把社會的一些 無奈無助跟這裡頭 有的故事 那個故事 這個故事不是我們來看 無奈無奈無奈 有反而是著重在動機上面的 自己也算是批法交流 他在這部分 葉章其實在 弦兜界也得到達 這個也得到達 他有一部分的故事 故事也往社會來去發展 包括復活員 我其實非常喜歡 復活員的一個叫 山城鎮系列 這個山城鎮講的就是 南投屋林 然後這裡頭故事 那個命案不是重點 重點是裡面 在這個警局當中 有一個家伙叫蔡苗小舟 就是年紀人 跟他的上司 一對警察 他常常在小舟裡面出現的經歷是 我們來泡杯 因為他想一個很清潔 台灣以前 十二十年前沒有警察 洛杉磯裡面的警察 就是那種 會跟你排槓 你進警局是下棋 泡茶的那種興奮 然後呢 泡茶到一半 可能水剛熱還沒開始泡茶 命案發生不到 然後叫我復活去辦 那個是很87分局的警局的世界 美國作家那個 艾伯麥克丹 他以紐約作為出行的 寫個87分局系列 裡面是大都市 當這個大都市 轉移到台灣的山城 湖裡的時候 他是那種很清丟的 但是可能那個死者就是 某個邏居 他們街坊 真是一看他知道 這不是鎮上的人 現在故事趣味 就把這樣一個社會寫實的層面 給大家解釋 包括他後來 把九月一大地城寫進去 他後來有開另外一件事 寫比較淡水 淡水小鎮的故事 然後蔡宜姐 蔡宜姐 她模仿困難 就是作者跟偵探是同一 蔡宜姐是一個學校的女老師 然後進入到學校的世界 其實也有點像 另外一個大黨是警局的一個年輕的警員 一個大黨的故事 講社會 沒辦法電力無線 電力無線 無論是早期的作品 或是這幾年 他最新的星座 第四名被害者 故事一開始 你會覺得 鬧完結社會 為什麼 就那種正門節目 正門節目的主持人 非常非常 情趣之養 然後每個人Q到他的時候 就開始 每個人愛誰給他出來 誰給他拿出來 然後去解析案件等等 然後在廣告期間 突然有一個新的 插播訊息進來之後 你台下的時候 你對 馬上就可以派出一條 新的畫質 新的模式 用這樣的一個 現實社會的狀態 來去寫一個警員故事 基本上他們的作品 都有這樣的特色 包括其中 特別要提一個 作者叫神電影劇 正名太厲害 叫電影劇 他是一個香港作家 那香港作家呢 他曾經得過 香港有一件出版社叫Cup Cup出版社 辦的推廠作家 他得了首獎 雖然作品不算那麼成熟 可是是我看到非常 我用深夢用的 有記者這個字在形容他作品 為什麼呢 他把香港這幾年 遇到的社會狀況 比如說房價標準 房價標準 你就發現到那個 跟台湖哥有影響 就原本居住在台湖哥 有一部分人 是依靠在建商那一派 主要我剛才把房子賣了 可以蓋住新房子 那有一派是 你是老人家 我換了新房子之後 我住不了前面 我寧可就維持現狀 然後裡面有一個 算是有點敵掌服的那種 射盾的人 來去寫到各位 結果他死掉了 這死掉的背後 到底是跟誰 是跟原來的主戰派 組合派 是跟建商掛過這一派 還是跟建商站在對面那一派的人 產生利益衝突破殺害他 他把這個香港的現狀 年輕人來過一些房子 老年人住不到房子 然後只剩下有錢人 這些有錢人哪些案子 就是有多多資格 來自於大陸 來自於草包的人 對香港的變化 不特別的影響 另外一副作品 這寫的是香港的議員 這議員覺得 你知道這些議員會有輕重害 他跟北京的政治關係 非常大膽的 把這些題材寫進去 他自己也開發叫說 能不能再寫下一本 他會不會被當局關注 這是我們很難去想像到說 其實小豪的創作裡頭 竟然有寫這類題材 帶一點危險 或帶一點社會批判 而這社會批判是 你可能會遭受到報復的 或是你可能會遭受到侮難 這樣是犯入獻的 我們要加速一點 這樣也是 第三個是犯罪權益入獻 其實犯罪權益入獻是相對比較新的 裡頭有外氣恐怖氣氛 心理權益或是神怪靈異 這三個方向 這三個方向也是比較多 最近提到了大陸作家 蔡俊、伊伯爵、雷尼等 這也是台灣比較容易找到 伊伯爵或是現在大陸比較貓的作家 像伊伯爵有寫的七龍隊系列 然後《雷尼》之前出過 雷尼的作品 以台灣來看的話 像《雞琳》 雞琳其他作品 雖然大家會覺得說 它好像是比《雞琳》 然後《塑星本格》會影響 但是受《新本格》影響是 與《新本格》 《日本新本格》本格的一個特色 除了《雞尼奈法》之外 另外就是 充滿奇想、恐怖、宣熱器的 所以《雞琳》的一部份作品 是往犯罪群的入獄出現的 幫你國欽訓練 跟張宇有加入做最近的作品 最近的一部份作品叫做《詭辯》 大家最後非常生氣的 賣賞了《寶卡爾》 把《雞琳》去支持一下 第四個是其他 其他比較有雜 就比較雜的原因在於說 其實這件作家 我們剛剛前面提到這件 大景點的作家作品 可以看到彼此之間的關係 但這些作品就稍微跳動 或是稍微比較鼓勵出來 裡面會有寫到歷史無詳 會寫到日常之間 會寫到警察 會寫到硬漢 會寫到科幻 或是某些職場專業 這一年刮刮的有 除了台灣的香港作家 浩介蘇建 大陸作家、美國作家 就這邊稍微提及 就不增強 不增強他曾經寫過 《太平倫事件為背景》 兩岸的犯罪群查 下面有宇魯牧師 先認知去年的一部電影 是一個《共犯》 共犯的作者 笑容 然後犯罪的故事 寫進來 不然跟他故事帶一點 比較輕調的 葛珠科的味道 然後他們莫浦的小說 也是比較社會學家 但是他裡面的主角 是不會超人病 重複跟陳浩基是像譬如剛剛最近的Course在裡面 帶有一個科幻味道的書籍 卡洛森比較特別 台灣也很少知道他 在聯合文學出了他一系列作品 已經蠻多的 我記得那次華人類已經有六十個長篇 他寫的是美國的法律制度 然後他可能主角是一個華人在美國社會 所以大家要兩個印象 華人在美國社會的發展 以及華人在美國的法治社會底下的對應 有一些屬於華人的生活觀 價值觀 跟美國的個人主義 然後美國的法治觀念的創意 邱小龍 邱小龍比較特別 剛剛前頭提到陳順誠的作品 得了江川普獎 邱小龍的作品是入圍的大陸國產品 得了美國一個推儲的獎金 他用英文寫作的華人作品 所以他作品呢 台灣我記得沒有意見 然後有的是大陸版 可是大陸版原來是一個被知己的版 為什麼 他其實裡面有講到 關於中國的政治跟人員狀況 所以大陸那邊雖然發展了他作品 敏感自豐盛的勾見 所以他作品其實在幾部重要的長篇 《紅衣之死》這類作品當中 我們其實台灣一直連發開 他作品是相當可惜的 但如果要看英文本的話 沒問題才會去買得到 雲林 雲林這個作家是大陸的出版社 最近也其實辦了 同樣跟台灣不一樣提到 協會的成文獎 導演當時講的類似的想說獎 但一樣是真短題 他寫的是武則天提供案的故事 是一個目前我看來在大陸以華文創作的推移角度 號稱是推移角度當中 推移的能力最高 結構最完整 然後他又把他跟武俠跟歷史的成分 結合得非常好的一個小手架 有興趣的話可以 生育數據跟羅蓋倫敦 接下來進行發措 進行發措之前 我在講華文推移合數據 所以我必須要跟羅蓋倫敦 寫推移角度的作家來 我想先用這一段影片來分享 推移角度 就書寫 這是美國的武俠名叫Castle 台灣應該看 台灣應該是比較利益主角 台灣和Tiletbox的英文姿勢 其中一段 這段是主角的Castle 是一個小作家 推移角度作家 然後他的 在那時候應該是已經 他跟美國的紐約十二分級的警探 都有做辦案 他有做辦案是他寫的小說 以這個女警作為聯繫 小說在唱笑 是賣笑的 紐約十二分級的最後一集 他還得了小作家 那這一集在裡頭 Castle他會跟其他作家一起打開 待會大家可以看到有兩位有趣的 真正的推移角度 跟他一起打開 跟他打開拍搭子裡頭 有一個新的作家 剛出道美多 有寫的第一本 對於想說 他就非常得意 然後一直在想說 我想說今天是不是可以改變電影 然後Castle看了他又覺得有確定 所以我覺得這個小的需要被教訓一下 所以就把他叫進了這個排局裡頭 大家看一下你們的對話 好 後面還會跟隨便進去做這樣 這個已經做了 Castl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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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謎團,可能是一樁被發現的犯罪等等 這中間是要被解決的 或許我往往看到的寫作者會去強調謎團解謎跟解決 解謎跟解決都還放在一起 但我要特別提到的是,這是對誰而言的解決 先都提到看到的這麼一張的作品 有超過七成 我看到的對誰而言的解決是對作者而言的解決 做了自說自話把這個故事結束掉 他留下的是錯誤跟我不知道去哪裡找這個作者算帳的讀者 就是你怎麼寫的一個我花時間 如果我去買書花了錢 結果我讀到一個是你自己完結的故事 而這自己完結的故事 他或許在其他類型或在其他的書籍當中有他的獨到的意義 但在推理小說裡頭 你就必須回到被想到創作觀 這張中其實也是對作者通過故事跟讀者交流而產生出的 讀者一定對於推理小說某些想像概念 來去閱讀一個作品的時候 一來得到滿足二來得到更多更意外的更不一樣的 尤其在大陸這張作品當中他就長長的提到這一點 所以創作觀可能說起來相對抽象 可能說起來每個各不同的說法 像中文圖他會說推理小說對他的意義 因為帶解公司的推理小說 他每部作品都會這樣分析起來 但即便如此你還可以看出 他還透過了每一本小說去講出不同 花不同事情他自己的 甚至有一些前後發生電話的創作觀 當你拉長時間之後就看出這個作家的變化 這個作家變化是與時俱進的 所以有些作家的人會覺得 若是你一天作品我那麼喜歡 但他好像寫得越寫越好 越寫越讓我懂得他想要告訴我什麼的時候 重點就在於這一串 這一串我往往會知道推理小說就是要有謎團要去解除 但其實更重要的是謎團的誠意 解謎的風景跟對誰而言的解決 有這樣穿過段之外 現在柏奧柏奧過去特別強調是在講故事的聲音 不盡可能讓人物走在前面 在人物的性格語言跟思緒的建議上面 他不是一枚棋子 他不是一個稱為真探的無機物 去把事件從謎團導到真相的意 這可能在過去古典的非常理當中 比較會是這種處理方式 但現在也就是之所以他成為古典 開始有往現代化的發展這種地方的時候 我們現在不能看到是讓人物怎麼顯現 人物的性格語言跟思緒的建議是重要的 所以前頭會提到 當這個錯亂的時候 你拿一個古典的推理小說來 透過在現在的故事當中 對,可能謎團、軌跡、部分 這部分還是比較吸引人 可是你少了這個人物魅力的時候 你往往是現在的創作者 絕大部分他的人物不夠限定 而他也沒有辦法去製造一個高張力的創作 他也是一個平淡的順序出場的狀態 但這中間的順序出場 又往往去逼迫這個角色做一些 可能不符合這個角色原本設定的想像 這個原本設定的想像 過去我跟一些花王舟家的討論當中 就發現到他對這個人物角色的背景是模糊的 他會有什麼樣的習慣 他是什麼樣的年齡 他有什麼樣的一個人物的發展經歷 也是在Castle這個古典裡頭 他就講他整天的螢幕去畫出 Castle會去畫很多人 他們想故事的時間怎麼變化 或是軌跡怎麼設計 或者這邊牽一條線那邊 拿一塊比一塊的 不是那樣的一個軌跡的設計 而是人物這中間 誰跟誰有什麼關聯 他們是仇視的 他們是朋友 他們是一個現在作者不告訴的 但未來可以揭開他們 彼此互相連動的面商 尤其在最近的幾部 公會新的作品當中 像譬如Solomand的文件裡頭 在前面的人物表 這些人物表就不是像以前寫的 是名字幾歲做什麼工作的而已 他還是把這個人物的關係 拉出去了 而且當你的小說 寫出30萬、50萬、100萬字的時候 這個傢伙更需要去著重 更可以去著重 所以符合人物 而時的人物跟人物之間 開始有了衝突 因為事件 因為人物不同的角色、個性 去寫出 我這邊特別提到一點 可預測性跟意外性 什麼叫可預測性呢? 我在做一些小說 在做肝心想說 我常常去看一個有趣的東西 老梗 老梗好賣 為什麼老梗好賣 愛情小說不是老梗 一對男女 或一對 一對男女童年跑出了 另外一個男的一個男的 以前我一直想說 這是第三者 但現在這個第三者 如果是一對男女 跑出一個男的 這個男的第三者 是喜歡上女生 還是喜歡上男生 又跑出一段故事出來 那這個故事的延伸下去 最後知道說 他們要嘛在一起 要嘛不在一起 可是中間的經歷 要嘛在一起 要嘛不在一起 中間那個是可預測性 但意外上就是 那中間發生的事情 會差出去 會經歷過哪些風景 這是我常會想調的 當尤其一個案件發生 一個雖然發生 一個雄灘發生的時候 你最後不可能有抓到兇手 絕大部分的故事 你不會抓到兇手 你會找到可能是 單一的兇手居多的時候 但中間兇手是誰的意外情況 就是留給讀者去享受的可能 但他可預測性 在你非常多的架構裡頭 就必須存在 而這存在故事裡頭 你在帶領讀者 讀者進到你故事當中的時候 就要不斷地去找到 找到讀者對於這故事的 感染跟共鳴的地方在哪裡 這個人就在故事造型師 這也是提出來的一本參考書籍 給大家知道說 這個故事在於 當一個故事寫出來之後 這個故事造型師的作者是編輯嗎 編輯會去修改的 或說給予作者建議的 就盡可能去提高這些質量 或許我們可能就推理想說的概念 知道哪些架構之外 如何把這些在引領讀者情緒的提升過程 這些編輯怎麼會這樣進去 這不是誰 除了這件之外 特別會提到一點是 花文 尤其是閱讀市場上面的接點 因為有一些朋友會聊到說 當花王神小說的未來 如果我的小說要投稿的時候 所以你見我 當大陸有推理雜誌要搞的時候 我該不會投 我說台灣現在沒有推理雜誌 如果大陸有推理雜誌 雜誌以後還給你稿費嗎 反正對著雜誌過去還沒 也有沒可以稿費的歷史 所以當我推理雜誌來要告的時候 這也是一個你磨練比峰的機會 台灣現在比較多的是 長短名小說獎 導電公司跟團隊 都要請協會的政務獎 有長短名小說獎 也有單獨出電子輸入 大陸有推理雜誌 有這些發表原地 你就盡可能去投稿 盡可能去磨練比峰 或許也不是那種 你寫了五六份小說 放在自己之後也不發表 但有發表機會的話 這些是一個投稿的地點 然後你也可以得到 包括編輯 幫到讀者的回憶 除此之外 你的故事 想要是故事 故事可以有不同的載體 你可以是絕大陸富人 現在兩個小說 那也可以是遊戲 那也可以是影劇 但這中間 你會找一個機會 台灣現在其實 比如說影劇的課程 然後遊戲的設計公司 他們其實有這樣的需求 但這個需求不是在 人力影響上面長得到 所以盡可能當有故事的時候 去接觸到需要故事的人 需要故事的人也進而去知道說 這些故事他們所要的市場元素 跟小說遊戲 它各有哪方面的特產 哪方面的 這台花瓜 曾經有一位台灣的推理作家 硬要去跟漫畫出版社 漫畫出版社 剛好找一個漫畫家 搭配一個原創故事的時候 他發現跟他小說出簡 完全不一樣 因為注意到漫畫的業術 漫畫的節奏 他可能在 上次音樂節也提到說 你在前面三頁五頁十頁 就要帶你故事 進入到故事的節奏 開始對你故事 不是那種翻一翻 沒興趣我就不看的時候 讓什麼進入到 可能在小說遊戲中 你可以畫前面五頁十頁 但在遊戲裡或在電視 或在其他的閃電當中 其他閃電上面 不見得是這樣一個 除此之外 還去想一下 現在很多創作者 我覺得會陷入的迷思是 會有人問大眾或小眾 你要找尋到大眾好入口的題材 還是要爭取核心固執 相對就是小眾固執的認同 我要寫一個 一連串的迷思謀殺案 這是一個 我告訴我 還是我要寫一個 愛情的謀殺故事 這中間就要回到我前面所講的 推理關在哪裡 你想要跟什麼樣的讀者說話 你想要把這故事給描述出來的時候 推理小說的 調性主題合在嗎 而這中間 你要才不斷的創作與修正 這本是聯合書版的暢銷書故事裡頭 也有一些 這幾個就講到了台灣出版社 或是台灣的整個出版的鏡頭 比較少的 像台灣大眾都可以看到作家跟出版社 歐美的話會有幫出名家 有幫媒體 還有通路 看這些人如何去嚴走判動動者 雖然他不只講推理小說 他講的是 講小說也講非文學非小說的部分 而這整個閱讀市場的階段 可能是台灣的創作者 也多少需要發生信息去借助更認識的部分 所以接下來這邊 往最後講到幾個參考資料 其實是有包括在前面這本 市面上大概現在是看不到的 還退出他協會的傑作選 其中有一篇是杜君沃人竹寫 然後寄行雙的 他還退以創作的一塵杯 剛剛介紹了一些作家跟類型 這中間也有提到一些 然後是福文立柏爾在 推理雜誌的2187 他其實是過去在台灣文學館的一場座談 談推廠在台灣借年 20年後的推銷的發展 以及剛剛有提到類型風景 成功要結束 屈成在去年11月的聯合文學雜誌上面 提到的片段 朝鮮一個去年代表推銷的精釋 大致比較快的講了 這些從過去的發展到未來的可能性 希望帶給大家有個基礎上的了解 也希望能更多支持 甚至是台下如果有想要創作的 非常多多質化 激情的熱情 我們可以再往華文推理的下個期待來見 謝謝 謝謝東亞 我們知道其實這場年 也想不動了大家創作的地方 但是東亞也給我們出了很多功課 用很多的書本可以在卡赤的網站上面去找 剛剛我有提到1923年是日本推理小說裡原年的江戶專案部 在這之前呢 他跟他兩個弟弟在東京本鄉的團子板開了舊書店 也不久又倒閉 他在失業的情況下 一邊固定一邊 就是一邊固定 然後寫下的 這個兩篇 兩篇小說 那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 不知道自己何去何從 他把這個小說投給了那個 當時很重要的 就是溫潭的人物 叫做馬場公碟 可是因為對方太忙了 只是三年半沒有回覆他 然後他一氣之下 就要對方把稿子寄回來 然後他另外再投給新青年的 這個 餘下的這個 這個總編輯 那總編輯本來也是想說 因為自己的那個編戶非常的忙碌 所以想說先放在一邊 可是呢 江湖村亂部就不斷的去 去催促 然後甚至料下狠話說 如果你不出版我的書 是你重大的損失 所以那個總編輯就 終於撥出時間看了 這下大驚失色 或者是說 實在是非常的驚豔 終於就是使了一個重調的作家 他橫空初始 那我們不能希望這樣的奇蹟 就馬上發生在台灣 可是呢 總是要有一些起步 然後這些起步我知道 我的第二個聯想是 東陽還有台灣推理作家協會 一直在努力的想要提供一些機會給創作者 然後好像跟沃浮這邊也想要有一些創作般的一個開設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很好的消息 第三個聯想 因為剛剛提到很多香港的作家 我就不免想起我當時創民辦獨步的時候 在2006年 當時香港的市場 香港城邦是不看好獨步的 他覺得沒有人閱讀推理 那時候每一本書 大概進到香港去都是三文到五文 那幾年我經過兩年的努力 包括去跟香港的一些 我們從部落格上面 然後去跟香港的一些潛水的 這些真的閱讀者 然後有一些比較緊密的互動 你很難想像在兩三年之後 東野歸吾原本 他的書 進到香港去的一個開頭 都是母本書到他可以成長到三年之後 形犯X的先生或是白夜形式 一千五百本買短 然後其他的作家 現在也都有十倍跟二十倍的成長 所以這個書 閱讀跟書寫之間 我覺得還是有一個緊密的一個關係的 但是哪一天會發酵 我們不知道 今天東洋給了我們很多的一個 他從他的觀察給了我們 有很多的 有可能成為一個起點的一個機會 那今天就讓我們再次的掌聲來 謝謝東洋 我記得之前好像是先過要是在介紹 在看地底學的時候 有提到 日本推理的發展其實跟西方的脈絡有一點一樣 就是重新吃到這樣子的 然後有一點 但是他們覺得在地化做得很重要 他們表現了很多日本當地才有的那種狀態 這一點就今天想來講 像台灣或是什麼文端 台灣或是中國是甜蜡的故事 哪裏為什麼要這樣特別是很難 就剛剛看的誰還大開的 先從台灣的時代來講 MINGPO的故事 譬如說在剛剛講到 對雜誌造型的故事當中 其實在講成像 剛好跟台灣的經紀發展是法災型的 台灣那時候成像差距不大 而且鄉村往城市進去的 無論是人口或者是城市的發展也好 整個都放在一起 所以其實像郭威老師之前講到的城鄉 變化發展在推移講說裡頭的時間長度 台灣其實很快的就越勝過去 而在早期的Infor也好 夜上也好 那往往也有故事叫聲也看到就是從鄉村來的 或是他其實帶著一些過去家鄉的紀律經驗 進入到城市裡頭所遭遇的故事 所以裡頭有健康的抱怨 包括價值觀的變化 可是這件作品呢 如果以創作的狀況來講 像台灣的讀者 這種短篇小說的樂意 過去爆裂過自己的獎 台灣買對他是推薦的時期 以大概從八十幾期到一百六十幾期 這段的黃金時期來做 買最多的是誰 買最多的是家庭主婦 家庭主婦 然後還有學校的財購等等 所以這群讀者他們看到的那種短篇的消遣故事 並沒有辦法像長篇小說所帶來的 閱讀的廣泛的 所以他一直說 當我對於到地步往來的時候 他只看到是很多小說的季節 黃文又是比較少來的 所以黃文這一塊的變化 當他講到城下宇的發展 207的變遷的時候 在創作者短篇雜誌上面的連載書寫的時候 很難反映到跟欧美、日本 以長篇小說能夠有更大的佈局 能夠有更 面對到不同閱讀者的 他們所擁有的生活經驗 當中去互動 但在大陸就不一樣 大陸的話 他其實也有很多 我覺得不是寫以推理小說的理解 大陸更早期 因為沒有太多時間講 早期他們推理小說是跟解放軍公安是幾個關係 他是公安出版社、解放軍出版社 解放軍出版社才會輸跟推理相關的 然後也跟政黨 然後跟中共所認為的合理的推理小說的屬性 在這段階段是有思想碰的 反而是現代新一代的寫作者 他們去講到城鄉之間的關係的時候 某某那種指揮自己的 或是其實比較二線層次、三線層次的崛起那一塊故事 是他們現在的小說裡面會去複製的 他可能會有受害者或是加害者 但他會站在推理位階更高的 比如說他是一個法醫、他是個警察 他是一個見識的人員來去處理牌子 所以他們變成那個背景的薄弱 就像我剛剛所講到說 人物的城裡頭他可能就是一個 帶著某個標籤而來的角色 那這些角色進來之後 他是並沒有跟他原先的世界做出來的 但也就是受限於這些雙組的時候 他們幾乎都是都市牌子 然後他們看到的世界跟推理小說的觀念 也是在那個混雜跟錯亂的時光裡頭 寫出名偵探跟被害的人跟事件的關係 所以這個厚度跟角色相互的理解是很缺乏的 我說缺乏的是說 當你去第一線動機的時候 他會定型化到不是殘殺就是衝殺 然後就騎一下 那麼一個很單純的 那為什麼你要自從做 往往會是衝動犯罪 角色是衝動犯罪 可是他卻有一個聰明的腦袋 去想出一個奇特的危機 來去包裝 這中間就有一個 當你在看推理小說發展的時候 這兩者是 你不能說他相偉被嚇撼 但是中間是有轉換的 所以也是之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後面的推理小說 屬於記憶本格那一塊 相對很多 他把動機那一塊再注目的更大 但他畢竟是前頭有經過這一點船的發展 跟著都會的角色的變化 而有所結合 所以我覺得在台灣 可能在大陸 或是我很快的建築到西方的理解的時候 那個社會面前 沈鄉的差距可能就不是那麼 對於跟歐美日本來講 有那麼顯著的對創作者來講 有那麼顯著的意識到 所以我們也是可以從小說發展 這樣 那可以再講 就是 就你剛剛講活潑的那幾點 那假設剛剛 會說的那個 如果你要教一些人 要寫推理小說的這種事情 會說什麼難幾點 這就很難講 還可以開十堂課 我講的我接受到兩幾個作家 像Brandon Brandon他最近新的故事 他在跟我聊之後 然後說我想寫都更 那他都更的想法是 他其實不知道都更發想什麼事 也就是說他不是一個 都更的直接關係者 他只覺得說現在我好像需要去關注都更 所以在把我的人物放在 進入到都更非常狀況下的時候 他是想把這個人物抽離 因為他所謂的抽離就是 跟他自己一樣 其實他並不是都更的直接影響者 但他故事的角色是 但這一點我就覺得回過頭來講 讀者要看到的都更的故事 我知道都更有既有的議題麻煩 或是上天會看到新聞 當學校輸出的考題是想到 隔壁該不會拆巨蛋 他有沒有確定拆巨蛋 重點不是那件被大家 投入沸沸揚揚的事否問題 而是那誰在關注這個問題 所謂的關注不是一個 聊天當談刺的關注 而是你受不到什麼樣的 那怎麼說 以沃浮的小說來講 他講環房社區 他講很多古蹟 當他快要變成古蹟 被定為古蹟的那一剎 前一刻他就被燒掉 然後他就被拿去另外蓋房子 他是一個既定或說已經發生的事情 我們討論就不是他的正確性 或是該怎麼去處理 而是這裡頭哪些人遭遇到這些事情之後 我們反過來這些人都是要求 所以再回頭去對應到外界人 外國的環境 這讓我聯想起就是剛剛因為 在東洋有起到在地化的在日本的形成 特別的是社會派 在這之前應該就是 鋼門旗堂那一類的補物證 那也是日本特有的東西 可是補物證的重點不是在解決 而是在居住的那個下體的一個風景 風物或者是人情 然後慢慢去轉換成包括松本清章 然後公務媒信這樣子一脈相承下來 所以我覺得這次還是會隨著時代的一個影響 包括公務媒信 他在寫這個信用卡的卡在的問題的時候 重點還是後面的那些人 就是這些人他們是一個什麼樣子的 應該我覺得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然後他引發了你對自身 還有自己的環境的一個更深入的 更深刻的一個體會吧 反正這是一個非常難的問題 真的可以要花十堂課來講解 如果以後東洋或者是WARF開班 也許發生在台灣推理作家協會 那我覺得那應該也是對整個創作 台灣的錯誤會有一個很大的助理 東洋老師你好 就是剛剛有提到推理小說跟影劇的關係是蠻密切 那包括當然在美國 甚至形成一個黑色電影的一個類型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東洋老師 對台灣的 我講的是比較類的電影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樣的期待 譬如說可能在過去十年 比較有名 大家記得的關於推理小說 關於推理的電影應該就是雙筒 那這之中去年的那個 甜蜜殺雞 甜蜜殺雞 他的推理性好像稍微弱了一點 那還有那個最大的共犯 他的推理好像也沒那麼強 那有沒有什麼期待 或者是說對於之前的台灣的作品 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這邊在今年的美奴美甲園播放的時候 跟一個林俊軒的人聊到 我們兩個破土浮水 這張浮水會講到說 大概是兩層面來看 一個是這類的推理 第五 他其實需要一個夠強烈的論本 那這強的論本 我以歐美的推理片 當你去提到本格解謎 古典時期黃金解謎小說的故事要賣成銀劇的時候 大概成功有幾個意思 比如說白鸞 然後馬布小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布朗神父》看看 其實在去年前 也有被英國拍成銀劇過 有個說法 當你去用鏡頭拍 沾有口紅的煙滴的時候 那鏡頭會有乾到沒有故事 跟讀者會覺得 觀眾會覺得厭煩 所以為什麼後面講的 包括CSI 我去看他形式建設那部分 中間很炫耀 很多CG 很多的進入到實驗室裡頭 那樣的一個 近似科幻的拍攝方式之外 你會看到 你會想到何瑞修的那個樣子 你會想到裡頭的人情世故 那個才是推理影劇裡頭 你透過影像 透過聲音 透過演員的表現 去把那個糾結性拍攝出來 所以這類題材 一來是先去把我們的 二來是台灣的演員 有沒有掌握到這一點 然後台灣的編劇 能不能把這樣一個心理的糾結給 呈現出來 這位導演他跟我們表達一件事 他說 台灣你看偶像劇就好 有多少鏡頭是可以take到那麼近 我剛剛看到Cassel的那個 那樣的演技 你的鏡頭是上半身 只有你的臉 用細微的表情去演出 推理的氣氛 台灣演員沒有進過出去演 這是一個 台灣的導演 不是拍MV出人 就是從侯孝姐拍的 文青調的故事 敘事系統下來的 這份他們掌握得非常的薄弱 更不用講在現場 包括燈光等等的 其實都沒有經過這樣的訓練 所以看到的國外的東西 你要複製進來的時候 才知道原來應該是怎麼回事 我們缺推理故事 就後來發現每一個環節都缺 最終是導演當性狀頭 要去拍推理片 最後發現我找不到故事 我不找到惡影 我找不到 但是我自己行 不 我就改成我能夠拍的樣子 所以這個整個環節的狀況是 我們看到國外是一個很成熟的產業的進步 那拍推理片就是 即使你過往四五十年前的 那個銀美的名機也好 就看到日本這期影片 才把推理劇 慢慢拍出他的味道出來 這個味道如果你要往前最受的話 應該是民國正式的定義 而且是嬌川那時候做的定義 他才拍出日本在拍推理劇的樣貌 不然這中間還有很多那種 兩小時但永遠去的那種 去溫泉溫泉發生的死者 那種兩小時現實推理半案的 這戲劇很多 它還移動下來 最後我看到的推理劇的樣貌 它是一個奔上歐美的角度 觀眾看到是這個樣子 可是在台灣的製作者 故事、導演、編劇等等 幾乎都沒有這個經驗的時候 現在我知道是有幾個從美國 在美國帶過這樣的團隊的人 開始把這些東西拿進來 包括最近馬丁斯維西斯的導演沈默 台灣設計台北市的 他們做有點像條件交換 你們有的人才 然後有紀念 可以留下來跟台灣的定義工作者講些什麼 所以我覺得現在台灣正部分在起步當中 而起步 當你開始要找到這些 它不會是一步一步先找到故事 再找一名再找故事 所以現在有點一口氣要全部聚焦在一起的時候 但去缺乏這個品牌跟練兵的場所 所謂練兵場所說是 我們之前還有兩樣三D 除非是那種很Local的戲劇 所謂Local的戲劇 就是剛剛講過場壽劇的劇情 你大概就需要大陸的資金 跟港牌3D的裡面 現在進入都是這種組合 男主角、女主角、男藝女那樣的 全部都偷起來都是你要顧及到所有的市場 而且最好故事的背景 不要是特定在某個地方 這是一個台灣主角的寫的 他講說 我故事發生在台北 可是這部電商賣到大陸去 當然不知道台北長什麼樣子 路客來很多 但是我不知道台北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拍一個他們覺得 這是上海 這是北京 然後裡頭 這裡的主角是哪路人 男主角是團隊長帥哥 這中間 找個香港導演 把那個節奏派出來 所以現在兜的是一個有點 說拼包真不太對 但藉由各有的經驗跟市場的考量 去長大陸 所以這邊的 台灣的 現在我接觸了幾個 香港那邊的導演 想找台灣的公司 但我覺得台灣的公司相對 創作比較成熟 但成熟與否 以及會造的產商團 我覺得這幾年來 或許是這五年來非常值得期待 所以我也一直很努力的作獎 趕快把故事寫出來 然後有沒有發表的機會 搞不好你發表的一開始是先是 先是已經先是 尤其是其他人 最後才會來回公 小學也說不定 謝謝老師 謝謝路陽 這真的是一個很大的議題 因為公司文本的產生 我們台灣也缺乏 真正專業的編輯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 以日本來說 或者是 以歐美來說 都是 推理小說 它是需要經過 跟編輯之間的 不管對於軌跡 運環的設計 以及它整個的進程 當然那些風景的描述 也要靠作家它自己本身的天分 但是有很多很重要的這些元素 其實很多是討論出來的 因為我在採訪一百姓泰郎的時候 旁邊跟著就是他的專任的編輯 那個編輯本身就是會參與很多 一百姓泰郎也非常尊重他的意見 甚至有很多巢段的設計 他都是採用編輯的想法 那我覺得 現階段既然出版社 可能沒辦法擔任這個角色 就像公務委員是 展藩社的創作班 他是一個創作班的學員出身的 那我覺得也許 這是一個比較 接近可以實行的方向 有一些資深的編輯 樂意來從事這個工作的話 也許未來有一點點可能 那也是要靠多方面的努力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的參與 如果真的要聊這個議題 我覺得我們可能會聊到 這是一個孔熱的週五夜 那如果對影區化的事情 有興趣的話 因為我知道張耀生 現在也在接受大陸的電影公司 而且是最大的萬達女士的劇本邀約 你可以跟他做一些探討 他有很切身的親身體驗 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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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